乘著世界盃籃球賽的熱潮 知名運動品牌 不只在北京舉行了新品發布會 還在活動當中 加碼舉辦了小型的籃球訓練營 邀請了前SBL新人王陳愉睿 以及健行科大的射手謝亞軒 親自上場實戰 跟中國的街頭籃球好手切磋切磋 我覺得很新奇 因為我是第一次參加這個活動 一開始有介紹說 這個鞋子的設計師的靈感 然後他製作的過程 就整個場地 然後視覺效果就讓我們震撼了 就是沒想到是一雙球鞋 然後就是做的感覺 他們就是很精心的去安排整個活動 面對新球技的腳步 逐漸靠近兩位新生代射手 當然也不光只是出席活動 而是把握暑假期間加緊備戰 各自透過實戰跟訓練 把自己調整到最佳狀態 現在由球隊開始備戰 因為下個階段還有關物杯 就是窮師杯回來 就是教練讓我們休息一段時間 就是調整身體 然後就是狀況現在也還在調整 就是慢慢希望可以趕快 進回到可以比賽的狀態 然後希望在關物杯的時候 能有比較好的狀況跟表現這樣 剛從那個阿嬤的地步回來 就是去打三對三比賽 然後就是前面一陣子 幾乎都是不斷地在比賽比賽 就是比較少在跟著球隊訓練 對然後之後回去就是 會趕快融入球隊啊 然後跟上他們的腳步 不管是以賽代訓 還是私下苦練 陳玉瑞跟謝亞軒都卯足全力 希望可以繼續用旺盛的外線炮火 在新賽季帶給自己的球隊 最強大的火力支援 YTV新聞吳俊奎 張安德 在北京的採訪報導